这个我儿子 这个媳妇 儿子常年在外 父母相依为命 女儿女婿尽孝 想搬回旧房长期照顾 而面对破旧的房屋 体弱多病的父母 常回家看看又岂能尽效 且看设计师如何为爱编织回家的旋律 老巢新 一次勇敢的告别 一个温暖的新家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东南卫视为您亲情打造的 大型家装改造情感生活服务类节目 老巢新窝 我是杨阳 节目播出到现在已经是第十期了 每一期都充斥着感动惊喜和温馨 我想家的元素也是如此吧 不管我们多忙多累 每当推开家门的一瞬间 母亲不辞辛苦 厨房忙碌的菜香 父亲守候期盼的眼神 所有的疲劳早已经烟消云散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尚有至亲天伦之乐 这次呢我们要走进的就是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南禅新村里 大爷一家的老巢故事 这个是糖尿病 这个便秘 便秘的药 我天天要喝中药 我爸我妈身体太 就是真的好像整天好像都在吃药 身体不好 委托人李荣凤 是福州一小学老师 他的父母就生活在福州市台江区 一幢八十年代的老式楼房里 房子是八十年代的老旧装修风格 面积大约七十平米 不过虽然面积不大 但是李家还是隔出了三房一卫一厅一阳台的布局 目前这套房子只住着两位老人 老伴生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算起来是失口一家 一来一旅 他到处非常好 非常幸福 说起这个家 老李显得特子好 虽然房子不是很大 但是曾经充满着欢声笑语 在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这里最多时 曾住着他们一家三代六口人 而随着爷爷奶奶的离世 女儿的结婚班里 如今 这套三房一厅的房子 只剩下了孤独的二老 我会觉得是爷爷奶奶老了老糊涂了 我有人 男人 以前最早的还是挺急的 现在目前来说就他们两个人老人在这边住 孩子也在外面了 他老婆也在外面 都没有在这里 在平常的日子里 陪伴二老生活的 就是这台电视 和这口每半小时响一次的闹钟了 生活的寂静 让他们对闹钟情有独钟 你如果遇到你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看就觉得说 哎呀 怎么这么近 哎呀 好像掉了什么东西 真的很难受很难受 他就是这样讲 所以说你现在一直听 他一直要你一直听 就不觉得 就是要怎么样 这张嘛 这张比较提前 这个是我老公 这个是孙女 这是我啦 这个是我女儿 这个女婿 这个未孙 这个我儿子 这个媳妇 一忙连一个电话都没有 这边一直等着 哎呀 今天我儿子能不能打电话 明天我儿子能不能打电话 就没时间 因为他工作也比较忙 眼中是早出晚归的 哦是优良优优独生 现在是没办法 有着椅子 那个电上去 了 拿着 不打电话 啊 那根 你 那说 这边闹 也不打电话 那就趁了 mir吧 这边闹 我儿子能不能跳 我儿子能不能打电话 他妈个我儿子 我儿子能不能上 我儿子能不能打电话 我儿子能不能打电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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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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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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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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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